哈喽大家好 我是绿色和平 减速生活的代言人彭楚乐 今天呢 我拿了我自己的环保袋 自带的吸管 打了一杯咖啡 然后我觉得 减速生活就这么简单 出手可及 我觉得艺人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 既然从艺 那我该做一些什么 就前两天我有看到 我们粉丝会员会 有发起一个 三天不点外卖的一个活动 虽然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举动 但是我觉得这个举动很 很暖心 不会说很有压迫感 说今天要环保 明天就回归 回归正常生活了 而是把它完全地融入到自己生活 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 怎么落实到自己身上 该怎么去 深刻地意识到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我觉得还是需要 更广泛的传播 教育分两个层面 对一个是家庭教育 一个是学校的教育 那我在家庭方面 我妈妈其实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人 当时在广州打拼啊 然后其实也蛮不容易的 很懂得废物利用 这个东西可以经常用 然后这个不经常用的话 就尽量不买 他这种节约意识已经养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最好人脸居中 所以后来我发现 我从我家里长大 就是我妈妈这样子的习惯 就是让我也会受到我妈妈的影响 对 那我还能做一些什么 我有在想这个事情 包括写歌啊 写曲啊 这些 我真的有点考虑 这样子来得更轻松一些 没那么压迫感 这首歌还蛮好听 但是这个歌的意义 其实是关于环保的 我觉得 这是一件很酷很潮的事情 还蛮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一切的环保 都可以从生活开始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当中的人 我们需要去改善自己的一些行为习惯 让这种行为习惯 对于自然来说 是友好的 现在市场所看到的可替代品是蛮多的 只是你需要去做一个选择 让减速生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个叫不到 是感谢 感谢观看